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 趙孟佛每日一字,這個蓋 大概的蓋,概念的蓋 它這個字很多種變化,而且還蠻複雜的 我們先來看楷書的部分,還是要先講一下 左邊是一個木 它等於有三個部分 右邊是一個季染的季 這是楷書寫法 蓋字 再來,稍微帶一點點流暢 一點點就好了,左邊就不要寫那麼重了 這個流暢放進來 好,我們這裡經常就不寫那個彎折了 滿常看到,直接這樣寫 大概這樣 好,那開始做一點點省略 除了這裡省略,連這一點也不一樣 然後呢,木也做一點省略,連貫性加強一點 好,就是所謂的行書 這寫法 好,這裡 好,直接帶上來,帶筆 這行書,然後這裡連貫 這樣,好,要勾,要撇下來都可以 好,這是行,行的寫法 好,那開始帶進來,草書的寫法 好,開始了 好,來看一下省略更多了 這裡,注意看 有時候有的會一點,我們直接挑這樣子 注意看這裡 剛剛這邊還有繞進去 那草書這裡就變成折痕過來 上去 好,這種系統大概 已經進入到行草了 不一定是草書 那我們來 轉過來,來看一下 另外一種的發展系統 就是木變到下面 像照夢母這樣子 把木變到下面了 那我們還是從它的前面一點點看 行凱 會有這種寫法 其實就像剛剛的發展一樣 只是木搬到下面而已 這一種,蓋 好,右邊就變成一個圓 右上這裡 那再來就照夢這種寫法 就是類似我們這裡草書 好,它寫得比較重 圓潤的轉折 這筆畫非常的重 再來這個木寫得比較短一點點 這樣子 這是蓋子 好,繼續發展 我們說 這兩種發展都有 那我們繼續來看更草書 原來我們前面的木在左邊 我們繼續再發展下來 木字旁 還是這樣 這裡記住 這一個折痕 直接過來 這個要特別要注意 也就是說 這一個這裡折 變成簡單這樣 連這個溝都不要了 橫畫也過來 然後這邊呢 就變成繞一圈 然後不推上去看 大家注意 或者給大家看 應該是比較接近這裡 但是這橫畫也不要了 繞一圈上去 這要特別記 這種還蠻常用到的 好,然後繼續來看下去 應該這個要對照一下 好,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這種寫法放在這邊也有 所以看一下 好,這樣的代筆過來 好,然後呢 這裡就簡單 然後再來一個木 這種寫法也有 好,所以大家再考慮 多使用 這兩種情況 都是草書會看到的